我们来做subpractice 9.5 它叫你找x的情况之下 你看到它现在给的是我 那个两个边 然后再给我capture的角 所以这一题它给我 1 2这两个边这个度数是capture的 所以我就知道它要用pock 就是cost root 所以我就有x2等于3 square加5 square 减2 3 5 然后cost 45 ok 然后你用你的计算机来按3 square加5 square-2 乘3乘5 乘cost45的话 你拿到的是12.78 68 ok 然后接着呢 你就可以按那个square root ok square root 12.7868 12.7868 然后你拿到的就会是x 会是等于square root 12.7868 为什么是square root呢 因为这个是x 所以它会变成3.576 ok 好 好 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它给我两个边 然后它们有gap角 这个gap角我可以自己找到 所以其实我有两个边的gap角 然后这个是180-55度 然后13minutes 然后13minutes的情况之下 我拿到的其实是124.47minutes 所以这个是它对面的 ok 所以我的x square 等于9 square 加12 square 减2 9 12 cost 124 度 47minutes ok 所以你用计算机来按 9 square 加12 square 减2 乘9 乘12 乘 cost 124 度 47minutes ok 然后我这个会拿到348.22 所以我的x会是等于square root 38.22 ok 按下square root 所以它拿到的是18.6607 然后它就661 ok 然后c的这一题的话呢 我要做的话 我就有 x square 等于75 square 加100 square 减2乘75 100 cost 32 ok 你计算机按下75 square 加100 square 减2乘75 乘100 cost 32 ok 你拿到的是 2904.2786 ok 然后你在square root 它 square root 你拿到的是53.89 所以它会变成53.891 53.891 米 然后这个是cm 然后这个是cm ok 好 sitter 哇 是 这是 对 食物